瑞翠乡两年一度的Gardufa Hai风收季 前一届因为疫情顺延一年才举办 今年是活动正期年 乡公所原本预计在温馨5月要登场 然而面对疫情延伤之下 乡公所和全乡部落头目联营会讨论决议 为了避免成为疫情破口决定停办 瑞翠乡每两年一度的Gardufa Hai风收季 上一届顺延至去年5月份登场 当时全乡17个部落踊跃参加庆祝 今年乡公所原本预计也将在温馨的5月来办理 但随着国内疫情持续延收 活动是否顺延或者干脆停办 也引发地方各界的关注 对原本我们两年办一次 那前年因为疫情所以改在去年 那今年跟明年应该也是要办一场 所以说因为疫情 那我们旅北的乡亲担心会感染 所以说强烈的要求我们各部落 今年不要办理我们的联合风延祭 相当受到部落族人支持的Gardufa Hai联合风延祭活动 办理至今少说也有七八年的历史 两年前因为疫情关系而顺延了整整一年 今年是活动正年但却又碰上疫情升温甚至有扩大的趋势 为了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部落头目联谊会在活动筹备会上提出坚决停办的立场 可能这个业底会创造一千里 我认为我们这个所有的部落 我们就不要继续办这个问题 对这个活动 111年Gardufa Hai风收记筹备会议决议停办 另外今年度相公所防训演习也配合防疫而缩小规模来举行 接着还有4月底产销班参访活动延期 而4月底的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也因避免群聚而更改活动模式来因应 记得石玉兰瑞色采访报道